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晚的9点钟升级版 都是我Jacky,跟大家分享一下美视那边的资讯 开始之前,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免责声明 记得有这条影片,只适用于投资教学用途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也没有其他投资服务 大家想知道少少少免责声明的细节 记得开始之前,去看EFOTO 昨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半夜,呃夜聊也好 或者还没睡觉也好,或者扎起床也好 看看事发生什么事 那么,相信大家都看到个视频 又不是说好像Jackson Hole,好像CPI那一晚 跌得那么厉害,但是都跌了 本身正在升之后跌的 那我自己也有起床看看事发生什么事 那之后呢,都是睡觉了 那你见到,本身在上面,11,500,116个位 那所以其实如果你说,由高位来说 由昨晚高位,11,600到收市11,200 那么,那个volatility都有接近成400点的 那变相呢,那个都不小的 那其实呢,包围越降越久的话呢 就令到市市越降越跌 那么,跟我的explanetion都差不多了 是的,但是呢,我也有说过,我有机会会升的 given什么呢,我说过呢 就是如果它显示,未来有机会放宽的 possibility是有的 但是呢,似乎是没有的 因为呢,今次加0.75 都其实已成定局了 昨晚都说了四样东西要看 但是呢,未来包围越多都会 那么,现在就是那个.plot了 那么,昨晚找不到那个.plot 现在终于找到那个.plot给大家了 那么,这个就是联储局最新的.plot 那么,接下来是2022 2023 去到2020,2023 预计呢,这个息率都会 大概在四厘至四厘半左右 的,那么,所以就是 这一两年都继续是 一个较高的 就是,相对于20年来说 是较高的一个息率 那么,变相呢 就是,基本上 就是,那些.plot是继续继续向上 而继续向右 那么,现在2025年,或者 20 long term,预计是2厘,2厘半 3厘,没有4厘,5厘 那么高的,不过呢,这些其实都是 那句,很难,哪有人 predict到2025年,甚至乎更长 的时候,全部都是 这些就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就是,根本就不是很厉害的啦 那么,鲍威尔昨晚已经说了些什么呢 都是个几堆的啦 那么,今次呢,他就是keep the stance which is,我刚才说,as expected 就是继续抗通胀 那么,他们说,现在 前提只有一个,这里写着 My colleagues and I are strongly committed to bring inflation back down to our 2% goal 那么,就是,他们两边选 一呢,就是选通胀 的打通胀 which is,现在他们选择了打通胀啦 而,就是,高通胀 但是,有增长 那么,变上呢,大家捱贵的物价 但是,以长远的implication 对于人来说呢,没有可能的通胀 是可以命起着那么高 而,就是一般的市民 可以 survive得到的 所以,他知道呢,只有我们都常常 他有说,我们都说呢 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痛了他先,这个pain which is command 也都是说,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这里都有写了 就是,将会继续,会继续去多pain 我刚才看到的article 有写的,那么,是的 就要维持着这个 就是,调低回那个通胀率 那样东西了,那么 2%还有一段距离的 那么,他也都提及到 如果,就是,是不是一定可以软着陆呢 他都说,基本上 就是,Economy avoids a recession as interest rate increase will be very challenging 那,就是,基本上 昨晚又再跌多2% 就是,算是price in 美国现在,硬着陆 基本上是会发生的,所以,昨晚跌1.79 来说呢,不算特别太夸张的 那么,现在的期指呢 那波幅都挺大啦,本身就跌 现在,咦? S&P的future反而 倒升了,纳指也倒升了 那么,我想,被复一些短炒的朋友呢 都,真的很多地雷要有机会踩到 或者呢,又大跌回 那,所以今晚都挺interesting啦 今晚,即是市场消化了,这个 局长讲完的东西,0.75 新的dop plot 到4至4.5厘这个位置 那,看下来的股市有什么 突金啊,有什么变动 那,那么,随此之外,昨晚也都和大家说过 除了鲍威尔, 现在还在打另外一个通胀仗之外 还有呢,俄罗斯那边呢 又再说发核武 又说escalate 在Ukraine那边 但是似乎又不能移动到油价 又不能移动到股市 那应该真的,除非打到你 即是真的按键去出炮的话 似乎那个市场呢 现在真的不太在意 不是那么在意 这个核武这些东西 那,anyways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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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